90年代开奥迪,破产后坐不起出租车,还曾欠下2.5亿的巨额债务 他就是石玉柱,石玉柱1962年出生于安徽省东布市怀远县 现任巨人网络集团董事长,如果您没有听说过石玉柱 想必您一定知道脑白金吧,应该听说过征朴吧 脑白金和征朴的创始人就是石玉柱 石玉柱可以说是中国的传奇人物 90年代为了盖起来70层的巨人大厦,他孤注一掷,投入全部家当 后来资金出现了问题,最后巨人大厦成为烂尾楼 35岁的他欠下2.5亿的巨额债务,曾经的他走投无路 朋友逼之不及,他曾说过一句话 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其实朋友是不多的 最穷的时候连出租车都坐不起 要知道,他90年代就开奥迪了 石玉柱曾经的座驾,奥迪100 所谓的奥迪100其实就是现在的奥迪AU 只不过那个年代还没有改名而已 奥迪100是滴滴道道的C级车 比桑卡那2000要高一个级别 事实上这辆车并不是石玉柱购买 而是奖励,1992年 石玉柱创办了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 1993年6月,石玉柱获得 1992年度科技进步奖 珠海是奖励了一样奥迪100 90年代能开上轿车是很多人的梦想 哪怕是一样瞎利,也会让人观目相看 何况是奥迪100 当年的奥迪100是什么概念呢? 1993年,四当一系奥迪100的售价高达30多万 当年的奥迪100可以说是国内最好的国产轿车了 90年代,白色的奥迪相当的罕见 这辆车之所以是白色是有来历的 石玉柱获得是1992年度科技进步奖 上一届获奖者奖励的石黑色奥迪100 那个年代流行一句话 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上一届奖励黑色奥迪 所以到了石玉柱就变成了白色 这辆车目前停在上海松江巨人产业园 雷楼的一个展厅里 这个展厅一般情况下是不对外开放的 只是偶尔对客人开放 28年过去了 同年代的车型早已不知去向 然而这辆车依旧光亮如今 90年代石玉柱的座驾是奥迪 现如今它最贵的座驾是弯流G550私人飞机 上面还印有巨人二字 90年代签下2.5亿 沉寂了几年 然后东山再起 那是相当的不容易 正所谓跌倒容易爬起来难 石玉柱之所以能成为传奇人物 在于它不服输的精神 就好像当年杨寿成所说的那样 生气不如争气 继续